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深处达一万米以上 那个没有任何浪花的那个深层才是海洋的主体 那么人类的文化是什么 绝不是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因为人类文明发生在一万年前左右 那个时候根本人类还没有文字 怎么会是齐秦书画诗词歌赋呢 所以我在这里给文化另外一个定义 什么叫文化 智性动物如人类者 面对其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 所产生的谋生行为及意识体系 我换句通俗的话说 就是有了一定程度大脑发育的人类 这个物种 它的基本谋生行为体系就叫文化 这才是文化的本源和根脉所在 因此请大家记住 人类的一切生存 人类的一切生存都叫文化生存 因此文化绝不是高于生存的东西 而是生存的基层 或者就是人类的生存本身 这才是文化的要因 这你才能理解文化的力量所在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 种农艺商 种事农业 亚裔工商 中国早在春秋时代 一直到清代中期 数千年来 中国人的这个阶层分布叫 市农工商 商人的社会地位最低 低到什么程度 到明清两代 商人最有钱 他们后代教育最好 读书最多 居然不准参加科举好事 也就是不准转变他们的建民身份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社会地位极低 我讲一个故事 《战国策》上记载 吕不韦中年时候发了大财 把他屡家商社 作遍东亚世界各国 发了大财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乌农有十倍利 猪育有百倍利 猪指珍猪 育指育实 也就是经商 我们不说这么夸张 假定经商有几十倍利 从政利益无数 我们今天把从政这个话题撇开 我们看头两句话什么意思 古代一年只种一料庄稼 开肯荒地 撒十斤种子 产百斤粮食 当年算高产田 这叫乌农有十倍利 所谓经商有几十倍利 不是指一次经商利润 就比农业高得多 而是指一年为周期 资本的周转次数很多 一年结算下来 经商的利益远大于乌农 请大家想想 如果中国自古不采取 种农亿商亚裔商人的国策 会出现什么格局 要知道 中国是一个全封闭地吗 请大家把东亚地图看懂 中国的北面是荒漠草原沙漠 乃至高寒冬土地带 西伯利亚 中国的西面 帕米尔高原 西南面 青藏高原 世界无几 南面 云贵高原 夹横断山脉 古人根本无法翻阅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古代和中古时代 到印度 他在中国东南方去取经 却叫西天取经 根本无法往南走 只能走河西走廊 一直到阿富汗 才开始南下到印度的原因 而他的东面 是浩瀚的太平洋 古人根本无法在里面游船 请注意 这个全封闭地貌 其中唯一产粮食的地方 就是中原 请大家想想 如果中国古代 不亚裔工商业 会是什么局面 经商的利润远高于农业 可在中国经商 换不回粮食 它是唯一产粮食的地方 你不但换不回粮食 你还得拿粮食 做成本去换其他奢侈品 而且它的利润远高于农业 它跟古希腊完全相反 古希腊的经商 是恰恰通过环地中海 换回生活最基本资料粮食 而中国的经商 恰恰是丧失粮食的过程 所以中国不得不采取 亚裔工商业的国策 因为工商业利润 居然还高于农业 如果不亚裔 没有人安心种地 农业劳作始终觉得 劳动力不足 这就是中国自古讲 多子多福的原因 请想想 在这样一个生存格局之下 干扰农业文明的工商业系列 如果不被亚裔 会是什么局面 中华民族早在数千年前 就已经恶弊了 请大家听懂我在讲什么 即使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国策 它居然都是被地理地缘条件 和自然物侯条件所限定的 这就是管仲 在做齐国宰相期间 提出利出异孔的原因 亚裔工商业 只鼓励农业 利益只出自这一个通道 后人做各种解释 说是因为统治者 只有卡住人们的生存来源和资源 才能有效进行独裁统治 这是对中国生存境遇 和文化起源深层缺乏了解的表述 这个部分 先生对什么是文化进行的深刻定义 并如此入手 结合前面课程 对于东方文化形态的产生 进行充分论述 那么另一个文化典型代表 西方文化是否有着相同的动因呢 我们中国人一说个人主义 大家就把它理解为自私 可你完全搞错了 个人主义不是自私 个人主义是一种社会观 它的对立面叫社会主义社会观 它最早是2600年前 古希腊智者所争论的两种社会观 当年叫自由论者和共和论者 所谓个人主义社会观 是指要想建立一个最好的社会结构 必须首先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由此才能建立一个最好的社会结构 这叫个人主义社会观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观 是指要想建立一个最好的社会结构 每一个人甘愿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和自由 由此建立的社会结构 才能保证每一个人安宁生存 这叫社会主义社会观 但凡是工商业文明 它一定基本文化形态是个人主义社会观 但凡是农业文明 越纯粹的农业文明 一定越讲究集体协作的社会主义社会观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实行的社会主义 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关系不大 因为我们早在三五千年前 就早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 我是在讲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个词源字面上的原本含义 任何文化 它实际上是自然进程的接续产物 它实际上是自然因素和人生自发因素的合成关系 这叫生存结构 人类越原始时代 自然因素对人类生存和人类生产的影响越大 人类文明的进展过程就是人祸取代天灾的过程 也是人类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于是自然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淡化 因此在人类古老文明和古老文化的生发期 外在自然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 而到今天 外在自然因素对人类内在文化和文明结构的影响逐步削弱 这是我们今天很难理解远古文化和文明发生渊源的原因 大家还要知道 所谓今天的西方文明成为强势文明普及全球 以至于我们今天都被他同化了 可西方文明实际上是古希腊文明的再现与张扬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比例子 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度叫两院民主制 上院叫参议院 下院叫众议院 要知道早在2600年前 古希腊就是两院民主制 上院叫贵族院 也叫元老院 下院叫公民大会 西方今天例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早在2600年前的古希腊 就以不成文法通行天下 通行到这样的程度 古希腊人居然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 迁徙到环地中海周边 大家可以想象这句话的分量 始族群团结构竟然完全兴散 就连今天西方的司法制度 在古希腊时代基本成型 古希腊人不信任法官 认为法官也是人 他凭什么像上帝一样决定被告的生死 因此古希腊人要找一群普通老百姓 不懂法律的普通老百姓 组成陪审团 法官没有定罪权 公诉人和律师都面对陪审团辩论 陪审团的普通老百姓 不是用法律知识 而是用生活常识判定被告是否有罪 请注意法官没有定罪权 陪审团确定被告有罪 法官只有量刑权 根据当时的成文或非成文法 确定被告被判若干年的监禁 或者被驱逐流放 所以把陪审团翻译成陪审团 完全搞错了 法官才是陪审 连这样的司法制度2600年前 在古希腊基本成型 所以我说 今天的西方文明没有任何重大建树 它只不过是古希腊文明的再现与张扬 而古希腊文明居然不是任何人设计的 它居然是一个自发进程 它居然是一个地貌地理条件 和自然物侯条件所促成的 人类生存结构 任何结构一旦形成 它的内在规定 就会逼迫着它朝某个既定方向运行 我给大家举例子 生物学上有一种鹿 叫角鹿 它的雄性鹿角长得极为宽大 居然比鹿的体长还大 要知道鹿把自己的鹿角长得太大 对它生存非常不利 不利于它穿越密林逃避天地 可是为什么角鹿会把自己的鹿角越长越大呢 是因为在角鹿最初形成的时候 雌性角鹿 只选那个鹿角长得最大的雄性 才肯嫁给它 也就是说性选择参与到自然选择之中 结果逼迫着角鹿 只好把自己的鹿角越长越大 直至灭绝 我再举一个例子 世界上所有的鸟 它的尾巴叫尾玉 都是长得十分短小的 它只起到一个作用 在鸟高速飞行的时候 保持体位平衡 可是有一种鸟 叫孔雀 它把自己的鸟尾巴长得极大 要知道鸟把自己的尾玉长得太大 对鸟是非常不利的 它会严重限制鸟的飞行高度和飞行速度 不利于它逃避天地 可是孔雀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尾玉越长越大呢 是因为在孔雀这个物种最初形成的时候 雌性孔雀只找那个尾玉 长得最大最华丽的雄性孔雀 才肯与之交尾 换句话说 性选择参与到自然选择之中 从而逼迫孔雀 只好把自己的尾巴越长越大 直至冰鱼灭绝 一种结构一旦形成 它的内在规定性 就会逼迫着它 成某一个既定方向运行 东西方文明 当年发生的时候 它们的差距其实并不大 所谓东方文明 就是纯粹的农业文明 所谓西方文明 它的火种 古希腊文明 其实是半农业 半工商业文明 两者差距极小 但中国古代有一个词 叫诗之毫离 差之千里 这就像你在一个原点上 射两支箭 夹脚极小 可这两支箭射到远方 距离会拉得极大 东西方文明 就是从这样一个细小的差异 最终延展成两种 完全不同 极性极高 以至于兼容性极差 形态总是相反的 文明背离分化格局 我在讲什么 我在讲文明发生的第一要素 四个字 生存结构 东西方文化作员 为整个课程的开课篇 在这个部分 冬月先生开合纵横 结合人类学 生物学 地理发生学 古典哲学 等多门学科 时空迟度 贯通数十亿年 从一个全新而稳定的逻辑角度 为我们重新定义了 东西方文化差异的 根本成因和异统 其本知识皆是人类 眼动的根本规律 不是由伟人 或者智者所偶然创造 其中蕴含着 整个宇宙变化的基本规则 接下去 冬月先生将从我们 相对熟悉的 东方文化代表人物 老子 及其思想主旨 为我们进一步展开 人类思想的规律画面 以及他对哲学的全新构建